不然我把你手剁掉 想从东南亚电诈园区全虚全已地逃出来到底有多难 你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 真是记录了缅甸以及柬埔寨电诈园区的罪恶手段 以及几名误入电诈园后有幸逃离者的访谈记录 为了让更多的国人看到这些罪恶的真相 避免掉入这些诈骗陷阱 恳请屏幕前的你点赞转发此视频 举手之劳 功德无量 视频中的这个年轻人名叫录像日 三年前 他辞掉国内的证券工作 来到柬埔寨帮朋友打理餐厅生意 但因为席卷全球的疫情 朋友的餐馆在这期间也倒闭了 这时 一位餐厅的常客向他提供了一份跟证券有关的工作 而就是这份所谓的工作 让录像日由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就给别人看看市场 然后看看票就可以了 然后每个月 一万多吧 然后到时候两个月左右就可以回国了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录像日来到了这家公司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自己来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证券公司 而是被卖给了一个诈骗集团 我们已经给了一万二 然后他说我已经给了 给了你就要赔啊 但近来容易出去难 进入戒备森严的诈骗园区 再想出去可没那么简单 录像日口中的诈骗园区究竟是什么样 为什么去过的人都把那里叫做人间地语 下个视频为你揭晓答案